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 我是戴立岡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想一想 在20年前的时候呢 台湾钱烟角木 但是现在呢 不一样了 年轻人光为了个22K 大家吵翻天 但是呢 这经济不景气 是台湾现在一个不争的事实 可是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后面这个影像 看到这个影像 你可以注意到 有许许多多的管家 手上拿着是什么呢 拿着是一些金银珠宝 还有衣服 甚至还有一些 美味的食物 但是呢 这些白人的管家 他们服务的并不是英国皇室 他们服务的什么呢 他们居然是服务着华人社会中的 中国大陆的有钱人 怎么大陆的有钱人的帮佣 全部都变成白人了 这和我们想象 或者在我们看到的电影情节当中 华人都是当着佣人 在服务白人的场景是完全不一样 此一时彼一时 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一下 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富有的社会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立冈 欢迎订阅 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立冈好 各位晚安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化 立冈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谢国安 立冈好 大家好 有钱人怎么变成了是黄种人了 怎么会变成我们亚洲人了 白人现在居然是要跑来亚洲地区当帮佣 所以说立冈真的是风水连流转 现在大陆的富豪他们的管家 你已经看不到这种大陆阿姨 还是大陆阿伯 他们用的是欧洲白人的欧洲管家 穿着黑西装 打着白衬衫 打着温莎捷领的还要戴白手套 这样子的一个王室级标准的管家 身份地位的象征 我知道立冈 大家都会问 有没有搞错 以前大陆的留学生到了欧洲 是要帮佣 要洗盘洗碗的 对不对 结果你看看现在风水连流转 地球是原来的熟度尾丢 大陆富豪有钱 而且为什么他们都要这些 英国王室级标准训练出来的管家 因为那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你有游艇如何 你有飞机又如何 有加勒比海的小岛也不稀奇 最主要是 你可以把跟你一样有钱的朋友们 带到家里 一看 哇 这位先生 你怎么有英国王室标准调教出来的 一流管家 真是厉害 好 根据英国的国际职业管家协会的调查 他说 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富豪们 都会跟他们下定 画面中你看到的这些训练有素的管家 尤其 厉刚我刚刚特别讲的 叫做王室级训练标准 它可以把你的衬衫烫得一丝不苟 毫无皱褶 它也可以把你的这个红酒 弄得刚刚好的温度 甚至它可以把你的银器插得很亮 还有 你要吃饭了吗 老爷 上菜要从你的左边上菜 牛排几分熟控制得刚刚好 年薪多少厉刚 多少 六百万 什么 一个管家年薪是六百万 但你要知道这些英国的管家 他们的历史可悠久 他比贵族还悠久 所以虽然他们不是贵族的后裔 但他们却是贵族的老师 你能够请贵族的老师来替你管这个家 你说大陆的富豪是不是会趋之若鹜呢 而且他们伺候你的那些朋友们 上流社会嘛 很多人很难搞的 他能够镇定的去伺候他们 难搞的那些贵妇啊 还有呢 这个势力的这些上流社会的女性啊 他都能够把他们服务的服服贴贴 来 我们看看这张图卡 我要讲一个故事了 Kolfman他本来是瑞士苏黎氏银行的一个雇员 一个员工 但是你也知道欧洲不景气 我何不干脆啊 去你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大陆富豪 年薪六百万的这个职业 这个市场去投入呢 对不对 所以他就把他的苏黎氏银行的工作给辞掉了 就到了我们讲的大陆 而且他到了成都去 他到了成都之后呢 他马上先去上了国际职业管家学校 训练八周 当然嘛 因为他本来是银行的员工 他也不是很了解啊 但是他训练完毕之后呢 但是你讲到这一点 他是银行的员工 居然甘于去当一个管家啊 因为我刚才说啦 欧洲经济不景气 你随时都可能会没头脑 会被败啊 可能会被裁员啊 对啊 那现在大陆对于这种欧洲白人 当管家趋势若悟 我何不去找那六百万的工作 不是很好嘛 对不对 好 那他就去这个 我刚才讲这个学院去开始学习 你要知道 一个管家要懂哪些东西 不是只有你看到的这些 基本功而已 还有主人他喜欢喝的酒 要法国木桶 木桶酒庄的红酒 一瓶几万人民币的 而且他要抽老爷抽的古巴雪茄 可能是顶级的牌子 口一把的 还有呢 老爷带的表 老历史 你只会分老历史不行啊 要PP 伯爵 百搭斐力 真假都要分得出来 还有呢 甚至客人上门 你什么时候该说话 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握手该怎么握 这些啊 都必须在这些职业学校里面 要学得非常的精准 你看看 关键就是举止嘛 这个举止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管家 现在很多人一听 那我也要去当 哪有那么容易啊 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被训练出来的 但是 这个 38岁的这个寇芬曼 他毕竟是欧洲人 他中文讲得好吗 他现在一周还要上两次的中文课 他要学习中文 这样才可以跟老板沟通啊 当然啊 我中文 我现在是你管家 我中文讲不好 我怎么伺候你啊 对 对不对 我连问你吃牛排要几分手 我都问不出来是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 真的实用吗 实用有什么用 面子才有用 我今天管你实不实用 当然其实 他们训练有数字还是OK的啦 我只是讲 语言不通没关系 能够把别人带到我家 看到说 哎呀 大夫好 你家既然有欧洲王世纪管家 了不起了不起 没啥没啥 面子啊 面子啊 重点就在面子的问题了 因为呢 你的亲朋好友 一些客人们 高档的贵妇啊 先生们 到了你家之后 看到有个白人管家 在门口迎接你 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味道啊 现在中国大陆 许许多多的富豪 都是在向往的 这种贵族的富豪 这种的味道呢 但是呢 这种贵族的味道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在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在外面的消费能力 现在许多的中国大陆的富豪 到国外去一消费啊 这种奢侈品的消费方式 让你看到的真的是瞠目结舌啊 对 我们先来看 就说其实从2008年 就是四五年前啊 那个时候 大陆在海外的奢侈品的消费能力 大约从当时的53% 到去年 四年以后 已经升到71%了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100个人出去会有 以前四年前 是五个人买奢侈品 现在是七个人 你看那增长幅度 增长了 20% 那多恐怖 对不对 好 他们最主要买的是什么呢 高档的化妆品 再来呢 手表 大家也知道 还有什么 LV Gucci的 这种名牌包 这个都可以很容易理解 我们也耳熟能详 可是这可以印证到说什么 大陆在2008年的时候 大约也是50%的人 曾经出国旅游 到了2012年 已经是70%了 所以说 他们出国旅游的人数的成长 是跟他们在海外消费奢侈品的 这种什么 这种成正比 就是出去多少人 就会买多少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来 立冈我们来看 你给我看奶粉 这什么 奶粉啊 这奶粉价嘛 对不对 对啊 这奶粉跟出国高档消费 跟大陆什么关系 这有什么关系扯不上对不对 对啊 而且他摆着说 暂时缺货对不对 缺货了 缺货 我跟你讲 公告出来 暂时缺货 为什么缺货 好 卖个关子 还记得几年前 大陆的毒奶 有没有 三聚清安 六个儿童死掉 30名儿童 生病了对不对 那个时候说毒奶 毒奶 文字色变 造成最大的奶制品公司 蒙古的伊利什叶 半年的产品之内全部招回来 那你是不是损失惨重对不对 对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从这个时候开始 大陆人就不再买这种产品 跟国内的奶粉产品了 他不相信他们自己国内的制造的东西了 对 而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很奇妙的数字 很怪的现象 就是到去年为止 前往澳大利亚的大陆游客人数 不断创新高 原来创新高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因为那边是个旅游天堂 对 一个药妆店老板他就讲说 我们不用看别的游客 就看那个大陆航空公司的飞机飞下来之后 游客还没到 机长带着空姐蹦蹦蹦蹦蹦 跑到超市来 买什么 就是买奶粉 机长带着空姐去买奶粉 买奶粉 我跟你讲 那个机长跟空姐 那个速度跟效率多好你知道吗 推车一推 马上到奶粉架前面 逛逛逛逛逛逛 其他什么东西都不买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带回去是有销入的 把奶粉架上的奶粉 一扫而空 然后就直奔机场 他们回到旅馆去 就让那些奶粉有专人 专门的除了亲戚朋友之外 还有别人分批把他们带回去 是这样子 这样处理的 好 OK 我们就来揭晓 刚刚已经讲到三聚心安事件 所以他们要买奶粉 对不对 这个品牌的奶粉是特别配方的 是在澳洲当地卖得最好 卖得最好 所以说也得到大陆人的 有一个青睐 这是法国Denom在纽西兰生产 纽西兰奶粉品质一向是很好 对 它就是这种顶级的产品 对 顶级的产品 然后这种产品 它是配方奶粉 在澳洲的Cose跟Wu-Wu-Wu-S 这两个最大的超市 他们被大陆人买到说 我们不能限制什么 不能说配几啊 你对不起 我们只能够配几多少 我们不能够说限制人家买多少 对不对 我不能限制说 这个超市里面 你只能够配多少东西 不能这样限制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要限制 尤其是东方联孔的人 你不能一下子给我买一车的奶粉 限制每一个人购买数量 对 这数量 可是上游对策 上游政策 下游对策 我可以找更多人来买啊 而且都是黄皮肤 好 那Denom公司就说 我现在讲了 好了 我在纽西兰从5000吨 越产5000吨 提高到越产2万吨 2万吨 提高这么多 四倍 四倍 四倍的产量 没用 没用喔 还是一样供不应求 尤其是你知道吗 其实在西部博斯 有一个最大的药妆店 那个药妆店 他说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的这种奶粉 供不应求是5年来 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 礼拜四 就昨天 礼拜四 他那个最大的药妆店 突然接到了100罐奶粉的订购单 然后记者就跑去问 澳洲各大报都有披露说 有一个人个体户买了100罐 请问是华人还是白人 他们说 经理说不能透露 什么 100罐 不能透露 我跟你讲 100罐吃到什么时候 吃到什么时候 可能 他说一个人 他说个人他订的 不是公司 所以说因为你不能够买太多 但是经理是不能够透露 是华人还是白人 但是嫌信 大家相信是一个华人 他们在烦恼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白人买的 为什么 因为这种奶粉已经形成了什么现象 就是澳洲人自己喝不到奶粉 没了 推回来 中国大陆人士出国旅游之后 就像蝗虫过境一样 他们对某一种认定的产品 他们是绝不手软 所以他们买东西 会让你马上发现说 哎呀 全部都没了 要买要快 这就是中国现在消费实力可怕之处 天哪 就像蝗虫过境般 这个蝗虫飞到了澳洲一扫下去 澳洲人居然喝不到自己澳洲产的牛奶了 因为最重要是奶粉几乎被亚洲人给抢光了 不过中国大陆的这样子的行为 使得澳洲的奶粉数量 现在都一直持续在缺货当中 但是这批大批的蝗虫这种采购团 还不只采购到了澳洲去 这批大蝗虫还采购到了非洲 其实现在非洲人已经开始担心了 因为他们担心另外一种黄货又要来了 为什么流很简单 因为11年前的时候那时候 大陆人对坑雅对非洲这些国家没什么兴趣 那时候人很少 整个坑雅守护 那边只能看到一些野生动物 所以大家想出那个地方没什么机会发展 所以那时候他的首都奈罗比 只有一家中餐馆 你知道现在多少家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四十几家 等一下 这么几年下还四十几家 对 才不过十几年的功夫 非洲人自己去吃吗 不是 中国人在那边就已经很多了 到非洲旅游去吃中餐厅 是 这样子玩法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中国人突然发现 在坑雅赚钱非常容易 为什么 像有一个 我们举一个王先生伟例 王先生本来只拿了三个月的旅行护照 就直去 好像只是去商务考察 只是去玩玩 结果你知道吗 他从此以后就留在那边 开了好几家商店 开了纺织店 汽车零售店 室内设计店 他开了一大堆 然后 非洲连汽车零售店他都开了 对 他都开 他就发展成一个集团 叫东方发展集团 已经在那边有七十多个员工了 可是他其实本来只是去那边晃一下而已 结果他就常住一下 为什么 因为理由非常简单 中国的产品比肯雅当地产品又便宜又好 所以大家都要用中国的产品 你把中国的产品销到肯雅那边去 结果肯雅当地居民都买他的东西 所以连肯雅自己的记者都在讲说没办法 中国人又是零售商 又是经销商 又是制造商 全部的东西都归他 我们肯雅根本没得比 所以到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变成 现在肯雅人要走上街头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来太多了 中国人现在目前理论上那边 在护照上 如果真的有 正式有在那边居留权利 理论上只有三千到五千人 可是实际上那边中国人已经超过上万人了 这么多人留在肯雅 而且一直在那边赚肯雅人的钱 然后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 本来就只是来旅行 结果就留在那边就直接做生意了 搞而现在肯雅人自己的东西 他们东西没人买 然后都在消费中国人的东西 让他们几乎生存不下去 所以现在肯雅人已经走上街头 去抗议 中国人来太多了 不能再让中国人这样发展了 只要我们肯雅人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也没办法 因为你肯雅的产品就是竞争不过中国人 因为中国最便宜嘛 所以没办法 他们只好眼睁睁看这个现象发展 然后苦无对策 那问题是呢 这个只是在肯雅 你知道肯雅 肯雅这种东西还只是商业上的竞争 在美国呢就更惨了 为什么 美国人现在恐怕会被中国人逼到死无葬身之地 什么 死无葬身地 有这么严重 因为像我们以美国来讲 美国本来一般他墓碑很多都是平在 就是平摆在地上 或者小小的这样一个一个 整片的墓园 然后不管你是有钱人 但是上的人数又多 对 大家时候都是同样大小的一块地 可是中国人的想法不一样 中国人要什么 我要祖先保佑 对不对 所以我要把祖先 有祖先的屁地 要大 要有风水 对 然后我也要讲究风水 所以我看哪个地好 我就要赶快花大钱去抢下来 甚至为了我一整个家族 我要买一大片的墓园 所以中国人买的墓地 往往是美国人几十倍那么大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中国人相信风水嘛 所以他就会先去抢这些地 那结果你知道吗 五年之内 价钱已经翻了两番 那这是什么 这已经跟北京房价差不多了 你墓地都在炒作 是啊 那你中国这些有钱一直买 而且中国人又喜欢在那边 我们又会拿箱竹啊 然后在那边斩猪头啊 在那边摆一大堆东西啊 在热热闹闹闹 对 美国人一方面又气了个半死 因为觉得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你们本来坟墓应该是很安静的地方 现在被你们搞得好像这些大拜拜一样 然后现在他们中国人 一直买这些墓地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价钱越来越高 你美国人现在一般人 恐怕已经买不起这些墓地了 所以你说美国人会不会担心 我家里真的有一天 被你们中国人逼到死无葬身之地 美国人现在居然担心自己以后 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最重要是墓地的价钱 可是节节高涨啊 但是啊 大家想一想 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时候 其实呢 许许多多的人 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人呢 都会前往美国地方去留学 因为这是大家所向往一个留学之地 或者甚至更有钱跑到欧洲去 但是现在的场景却完全不大相同了 因为现在呢 美国政府却鼓励他们的民众 到中国大陆去留学耶 立冈 你在大学教过的书 是不是很多大学生心中的第一学府 哈佛 耶鲁 剑桥 牛津 对不对 都是英国或是美国的一流大学 没错 但是现在呢 你知道 美国现在有个计划 而且还是国务卿希拉蕊支持的一个计划 希拉蕊带头支持的计划 未来2014年 到2014年的时候要派十万个美国人 到中国去留学 你不是说 你说十万 是中国人到美国 是美国人要十万个美国人 等一下 你说的是 美国人有十万人要到中国大陆去留学 没错 而且这个钱资金来源都找好了 福特基金会愿意赞助一百万美元 资助这些美国人拿奖学金去中国来留学 为什么呢 因为要学中文 因为他们认为中文是未来的趋势 非常的重要 等一下 有没有搞错啊 美国人跑来学中文 而且超夸张的是什么呢 在2009年到2010年的时候 还有十五万的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 可是同期只有一万四千名不到的美国人 在中国学 然后在这么短短的四年之内 要拉到十万人 简直是多了差不多快九倍到十倍的数量 这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支持的政策立纲 真的不夸张 林希拉蕊来支持的时候都讲说 她说 中美两国未来的关系 是掌握在两国青年的手中 换句话说 连美国政府都觉得呢 现在去中国培养一批美国人到中国留学 等一下 居然是国家支持 而且是美国政府鼓励的情形之下过去 没错 而且四年之内要到十万人 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但是真的不是只有美国官方这么认为 因为为什么呢 美国知名的投资大师 Jim Rogers 他早就已经在做了 为什么 他在投资大师 Rogers写给女儿的十二封信 这本书就这个书的封面在这里 那他写给他女儿的这个信里面呢 他有想到 他说我在中国最成功的投资是我的女儿 我让他们学中文 而且呢 投资大师居然让自己的女儿学习中文 这表示说未来的中国市场绝对是看好的 没错 而且你知道 Rogers的来头其实很大 为什么 他三十七岁就退休了 三十七岁 什么 三十七岁就退休了 我们俩要惭愧了 跟我年纪差不多就已经在退休了 而且赚了一千四百万美元 这么多 用五辈子可能都会用不完 对啊 但他认为 他竟然认为学中文是最棒的一个投资 而且他让他两个女儿都学中文 十万大军到中国大陆去留学 而且政府鼓励 没错 这中间有点味道 如果你在国外留学表现得太好 也是一个问题 像这一位中国导弹之父前学生 前学生很有名 为什么呢 他其实在1935年的时候 拿所谓的根子赔款的一个奖学金 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去留学 但是呢 他刚好逢到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时候不是大家的军备竞赛吗 对 他在当时毕了业之后 就是美国的火箭之父 美国那时候在研究火箭 研究弹道飞弹的时候 他是领导者 好了 这么重要的人 肯不肯放走 当1950年的时候 他跟美国政府申请 要回到中国 来贡献他的所长的时候 那美国当然不同意 美国政府当然不同意 司法部还找了一个借口 干脆把他关起来 缠送了五年 他才回到中国大陆 是战略的意义吗 还是像中国大陆学起一些专长呢 还是另外的就是一些 从事一些间谍的目的 这一点呢 我们还要是来观察看看 美国在未来整个希拉蕾的政策跟动向 但是呢 这人啊 如果死而复生 你相信吗 有个年轻人 他死了两年 居然复活了 休息一下 来揭秘 对 对